全球暖化的问题 就因为人类不断消耗不可再生的能源而一致严重 而全球暖化带来的气控问题有很多 就例如水位上升会导致水灾 太高的气温而出现热浪 种种的天灾都会带给人类不同的威胁 为了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用量 就例如石油、煤炭等等 科学家就开始发展可再生能源 而其中一样最常见的可再生能源就是太阳能 而我们的model 就以太阳方面向太阳吸收光做光合作用的原理 将太阳能板的功效发挥到最大 没错,我们的model就像太阳花一样 可以跟踪着这个太阳去吸收更多的光 去转化做更多的能源 是不是觉得很爆炮呢?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我们的model 去8月23号起一个星期 你可以过来香港中央图书馆 参观我们这个46届的Jones School Science Exhibition 千万不要忘记过来支持PH12 谢谢阿姨